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国评结束了人川冠军赛的比赛 回到国内继续备战澳门世界杯 而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拼联也在最新一周更新了世界排名 对比上一周本次的世界排名继续发生大洗牌的情况 有人欢喜,有人愁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男单和女单的最新世界排名 其中男单方面,王楚清继续高居世界第一 樊振东排在第二 梁敬坤和马龙则是排在第三和第四名 另外一方面,女单方面 孙颖沙、王曼玉、王毅迪以及陈梦则是排在前四名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这几位主力基本上也奠定了自己巴黎奥运会的席位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排名 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对比之前是发生了一些不少的变化 我们国平几大主力的位置也发生了调整 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之前一直能够排在前三位的三剑客 马龙和陈梦 现在已经是雕出了前三 都落到了第四名 对于马龙和陈梦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本身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主力 总共有六个 男团三个 女队三个 那么本身马龙应该是三剑客的一个主要成员之一 但是经历了最近机场比赛滑铁卢之后 现在梁静坤反倒超越龙队来到了世界第三 而且他在最新的新加坡大满贯比赛 以及人穿冠军赛都取得了佳绩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在接下来的澳门世界杯当中呢 大胖还能够取得佳绩 甚至爆冷登顶冠军的话 那么后续马龙分分钟有可能被取代 所以我认为对于龙队来说呢 这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接下来在世界杯的比赛中 必须得取得佳绩 来捍卫自己的国平地位 另外一方面呢 陈梦也是如此 之前他的奥运选拔积分呢 一度比王曼玉要高 很多球迷还以为他有可能能够拿到 女单的奥运名额 但从目前来看呢 王曼玉已经反超他 不仅是世界排名 包括奥运选拔积分呢 都实现的超越 所以如果接下来 在澳门世界杯再不能够取得好的表现 陈梦基本上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甚至有可能被王毅迪顶掉 他的团体赛的位置 我们希望一定要引起陈梦的一个重视了 除了马龙陈梦掉队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 林高远和林石东这两个人的排名呢 也下降了一位 其中呢 雨果已经超越了林高远的排名 从这一点眼来可以看到呢 目前啊 包括雨果以及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些外协会的选手 表现已经越来越强势 大有冲击国拼前五世界排名的一个啊 威胁 对我们中国队来说呢 必须得引起重视 做好备阵工作 避免在接下来巴黎奥运会出现暴冷翻车的情况 对比这几个球员的整体成绩出现退步呢 另外有两位球员则是出现了一个啊 逆袭上位的情况 一个是王曼玉一个是梁静坤 王曼玉虽然说在最新的冠军赛没有夺的冠军 但是我们已经说了他的奥运选拔积分和世界排名都得到了提升和巩固 也让他接下来去争夺巴黎奥运女单入场券的一个优势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接下来只要可以在澳门世界杯再夺得丰厚的积分 他基本上就锁定了这张女单的门票 而大胖呢也是如此 相关的情况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两位主力 接下来在世界杯继续再接再厉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